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信半疑的用神识往那蚕蛹深处探测而去 半赏之后面上神色一环 怎么样啊 这一对青王蚕虽然还是蚕蛹 但是一旦孵化 即使是幼虫也应该够你所用了吧 智阳上人盯着女人询问道 行 东西我收下了 赌战我会参加的 女人稍微犹豫了一下 就将玉盒收了起来 好 以白道友血绝神功 对付区区的法事肯定奇开得胜啊 智阳上人松了一口气 露出了笑容 女人听了这个话神色不动 嘴里淡淡的说出了告辞两个字之后 人就像殿外走去 冷漠异常啊 智阳上人苦笑一声摇里摇头 而为乌鸦见此黑黑冷笑 却没说什么 智阳道友 不知道你需要多少更精 有没有准确的数量啊 等到女人出了店门之后 智阳上人 这才将心思又放到了杭丽身上 含笑问道 需要很多 可以说是越多越好 当然这更精价格不菲 只要两位道友能拿得出来 韩某愿意用等价东西相换的 不会让两位道友吃亏 韩里没有遮遮掩掩的意思 开门见山 听韩道友这口气 似乎你也是身价不菲啊 不过道友可曾知道 到了我等境界 可是很少有东西 能让贫道和卫兄动心了 否则为了此次大战 我三人也不会 以此拿出这么多身外之物了 智阳上人先是一愣 歇着轻笑着说道 韩里一笑 没说什么 但是一旁的魏无牙 却踏了一口气 突然说道 智阳道友 你 这话可说大了 韩道友以原因出其修为 就能从木兰神师手中安然脱逃 岂能与普通修士相比啊 哈哈哈哈 是是是 倒是在下唐突了 不管韩道友打算用何物换取 还是先让道友看看耕精吧 道友若真有让我心动的东西 就是将所有的羹筋都换去 我们两个人也是没有意见的呀 智阳上人毫不在意的说道 随后 他伸手将腰间除袋摘了下来 带口朝下轻轻一抖 白色霞光 从中飞卷而出 三块大小不一的淡金色石头 在霞光中喷出 被道士一把抓住 马上递给了韩里 韩里心中一跳 没有客气的接了过来 打亮了几下 手中梦寐以求之物 一大两小 这三块的确都是更惊不假 体积大一些的 和那天在交易会上见到的那块差不多 有核桃般大小 体积小一些的两块啊 则只有大的一半大 这些分量应该够掺入十几口飞溅了 但是人和韩里心目中的数量有些差距 韩里脸上不动声色 却是在眼中流露出了一丝失望之色 见到韩里这样的表情啊 质阳上人有些惊讶了起来 难道如此多的更惊都不够眼前之人用的 嘿 这他有些奇怪了呀 想到这里 他望了魏无牙一眼 魏无牙呢 自然也看到了韩里的表情 在接到了质阳上人的眼神之后 当即神色不变的一斗袍袖 一块拳头大小的更惊出现在了手中 并轻轻拖起 韩里看到了魏无牙手中的大块更惊的时候 顿时心中大喜啊 虽然加上这块更惊 也根本不够骑士二口飞剑使用的 但是只要再有一点点 就大有希望凑口三十六口飞剑的炼制了 而三十六口飞剑 再加上剑影风光术的神通 这就勉强可以布下小型的大更剑阵 心中有些激动 韩里接过了魏无牙抛过来的更惊 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的心神尽量的平静下来 来再次开口 看来这些就是全部的更惊了 虽然还有一些不足 但为此参加赌战却足够了 两位道友也看看我交换的东西 是不是满意 韩里将这些更惊一收 一只手呢 从储物袋中 取出了两个颜色各异的玉盒 分别扔给了魏无牙和志阳上人 志阳上人接过了玉盒 漫不经心的打开盒盖 烫了一眼 而魏无牙且先颠了颠 玉盒的分量 还不动声色的打开了盒子 一只盒子里面 是众多的鲜红的鳞片 另一只盒子里面呢 却是一个拳头大的乌灰龟壳 这 这是什么 妖兽材料 两个人有些惊讶起来 韩里见此情形解释了起来 魏道友手中的 是八级妖兽独胶的鳞片 而您手中的呢 则是八级龟腰的龟壳 这两样东西 我虽然不敢说是逆天的存在 但这等化形妖物的本体材料 在天南恐怕很难找到吧 换取这些更新 应该绰绰有余了 韩里的声音很平静 也很自信 八级妖兽 那即使是在乱星海 也是极特殊的存在 即使经常去外星海的这个修士啊 能见到这等级的妖兽存在 也是寥寥无解 您更别说斩杀他们夺取材料的 哼 在天南呢 更别说八级妖兽 六七级妖兽 也是快灭绝的存在 除了几个大东门 喂养了这样几头护山妖兽之外 其余的地方 早就没有高级优寿 出没的消息了 八级独骄的灵片 这样上人还好 虽然说满脸惊讶 但马上神色如常 而魏乌雅一听说 怎么着 这盒子里灵片的来历 却不禁失声叫道 声音中充满了说不尽的惊喜 韩里一愣 但马上想起这魏乌雅修炼的 好像是独公神通 这独骄本就奇毒无比 难道他的灵片 对他还另有什么妙用不成吗 韩里正在迟疑之际 那魏乌雅 急不可待的伸出两根手指 他捏起了一片血灵片 仔细地观察起来 脸上全都是患得患失的表情 看来韩道友所送东西 正对胃胸的胃口啊 我对这件 归腰归壳 也颇感兴趣 若真是八级妖物之物 自然非同小可 可是炼制 战甲和盾牌等法宝的最佳材料啊 足以交换这些更精了 虽然上人对魏乌雅的失态 也略感愕然 但是异样神色一闪即逝 反而含笑 冲韩丽说道 并也将那乌灰龟壳 捧到手心上 不慌不忙的 鉴别了起来 虽然说觉得韩丽 不可能虚言相骗 但是道士还是难以相信 一个原因初期修士 一出手就是八级优秀材料 他不优得有些将信将疑 自然要先识别一下 归壳真假再说了 韩丽正在思量之际 那边魏乌雅 长出了一口气 不错 的确是画形独焦 退换的鳞片 这对我来说正好合适 看来老夫的那件法宝 有望威力再进一层啊 欣喜的说完这话 魏乌雅满脸欣喜的将这雪红鳞片 放回了盒子里边 光滑一闪之后 玉盒不见了踪影 然后他抬头重新打亮了 韩丽一眼 还神色一正的说道 说实话 道友竟然拿出如此珍贵的东西 还真是大出魏某的意外 这独焦鳞片对我来说 算是非常重要之物 虽然如此交换 算是各取所需 但是道友还要代表我们天南参加赌战 我倒不能太让道友吃亏了 这样吧 我手里还有最后一块羹筋 原本是打算留给后人备用的 既然道友真的如此需要 就一定交给道友 这样呢 我也不算占道友的便宜了 魏乌雅手掌一番 又一块鸡蛋大小的羹筋出现在了手中 随即抛给了韩丽 果然还有羹筋 韩丽嘴角微微一翘 心里一喜 接下了此物 有了这一块羹筋的加入 三十六口飞剑 就可以同时炼制 而绰绰有余了 这让他先前拿出如此稀有材料的用意 倒是大半实现了 否则八级妖兽的材料论价值 可还略在这些羹筋之上 不再拿出一些东西来 还要他再参加赌战 可真的有些说不通啊 魏乌雅二人 若是手里还有羹筋 多半会因为他这一手被逼再拿出来的 当然这种用意无需名言 他们自然能够明白 韩丽如此大手笔的意思 毕竟都是原英其的修饰 谁也不会当对方是好糊弄之辈 否则 韩丽收下先前那些羹筋 拍拍屁股立即走人 只当做一次普通的交易 丝毫不提赌占知识 这两个老怪也只能干瞪眼 而没有任何好抱怨的 这个时候 那边质阳上人也鉴别完了手中之物 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看来啊 同样对手里边的东西十分的满意 不过见魏乌雅又掏出了一块羹筋之后 他脸线一丝犹豫之色 略沉吟 就伸手往袖中一摸 掏出了一根拇指粗细五六寸长的蛋黄东西 仿佛看着吧 像植物的根茎 我知道道友身上 木灵器旺盛至极 想必主修的是木属性功法 我手里的意识到没有合适的东西给道友了 手里只有这一小节 古仙藤根茎 无论是炼制木属性的法宝 还是戴在身上滋养木灵器 都大有用处啊 足以弥补你这件八级玄规的龟壳了 智阳上人沉声说道 哎 这个东西是 魏乌雅一见智阳上人手中之物 脸线恶然之色 似乎有点意外 行里先是有些失望 但见魏乌雅如此色变的样子 倒是灵机一动 想起了一件事 古仙藤 难道就是正魔两道偷取唇叶 想要救活的那株 玄天仙藤 韩丽看着对方手中之物 现出了吃惊之色 而智阳上人 现魏乌雅认出此物 并没有惊讶 只是淡淡的又说道 以韩兄身份 想必也知道不久前 玄天仙藤出世之事 可惜我们用了各种方法 也没有办法救活此仙藤 最后啊 只能和魔道一起瓜分了此物 用来当作炼器的材料 这东西正是那株仙藤根茎的四分之一 我修炼的功法是火属性的玄弓 此材料够珍惜 但是我留着也没有用 就送给道友吧 智阳上人说完 当即将此物扔了过去 玄天仙藤 韩丽接过这淡黄色的物品 喃喃自语一声 心里大感意外 韩丽阅读过众多的古典籍 自然知道玄天仙藤是何物了 也明白正模两道当初为什么处心积虑的想要复活这个仙藤 所谓仙藤啊 只是一种范指的概称而已 凡是一些有大用处的藤蔓类灵根一种 在这一界中都可称之为仙藤 但是玄天仙藤侧不同了 只有寥寥几种最古老的藤蔓类灵根 才有资格在仙藤前面 加上玄天二字 这种仙藤无一不是某一界开天辟地混沌初开始 就先出现的上古灵根 无论开出来的灵花 还是结出的灵果 都是具有无视此界天地法则的不可思议的神通 是真正的逆天级别的存在 但是玄天仙藤到底有哪几种 又有何种大神通 早已经在漫长的年月中失传已久 如今呢 谁也无法辨认出来 而正魔两道修士 能在上古修士洞窟中 知道这看似普通的枯死藤蔓 就是玄天仙藤还是从那上古修士遗留的言语中判断出来的 一开始双方自然对其视若至宝 甚至正魔还先后为争强此物火变了好几场 后来正魔高层出现之后 还是决定先看看能不能救活此仙藤再说 毕竟啊 这仙藤就算救活了 其开花结果还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就是十几万年开一次花果 对着玄天仙藤来说 都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于是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先是尝试奇功秘术催活 后用灵水灵液灌溉 甚至呢将逐意打到洛云宗等三派的圣树唇叶上 但是一切都是徒劳无功 仙藤始终都没有复活的丝毫迹象 这一下子正魔两道只有此心了 略一商量之下 结果呢就将此玄天仙藤连根代姓代之的 分成了十几节 双方就此平分此物也算是没白忙活了一阵呢 而智阳上人身为正道蒙大长老 自然又讨好他的修士 信献了这么一小节给他 而魏无牙之所以认出此物 因为他同样拥有此仙藤的一部分 只是他的只是仙藤之干部分的一小节 也不知道九国盟的那位修士如何从正魔手中换取来的 同样落到了魏无牙的手中 无法活过来并被分解成十几节的玄天仙藤 顶多呀能做成一种顶阶材料来用 自然在智阳上人心目中价值大将 尽管此物名头大的下人 还是不被其放在心上 况且这木属性的材料 因为功法属性的缘故 对他实在是有些鸡肋 所以呢 才没多加考虑就换给了韩丽 魏无牙这个时候 也理解了智阳上人的想法 意外的表情很快消失不见 虽然说知道了手中根性的来历 但韩丽的心中并没有惊喜之色 仍然是有些淡淡的失望 他现在并不缺什么顶阶的炼器材料 只是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耕精而已 否则也不会拿出八级妖兽的交灵和龟壳了 他的本命法宝青竹风云剑 都没有时间去温养陪练 那儿还有多余的灵力 再去炼化新法宝呢 还不如啊 多弄两件古宝更实用一些呢 看来智阳上人手里真的没有了跟精 否则也不会将如此珍贵的玄天仙藤拿出来了 所以韩丽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取出了一个玉盒 将仙藤根茎放到了里边 他打定了主意 回去之后就利用小瓶绿叶催化一下此物 那神秘小瓶产生的绿叶 韩丽一直感觉神秘莫测 连三大神木都能催熟 说不定还会出现奇迹 将这玄天根茎救活呢 虽然希望不大 但是若真如此的话 他自然就算是占了大便宜啊 这样想吧 韩丽心里的失落就此消失啊 既然在下得到了更精 七日之后的赌战自然会参加的 好 现在时候不早了 韩某就此告辞 毕竟大战前还要做些准备 韩丽没有多聊的意思 当即告辞离去 呵呵 没想到韩道友还是个急性子 独占之事非同小可呀 自然要多做一些准备 我二人就不多留道友了 石阳上人微微一笑 客气的说道 韩丽当即点点头 一抱拳转身向殿外走去 但是当他快走到入口处的时候 站在原地目送韩丽离去的魏武雅 忽然面带诡异之色的嘴唇微动了几下 一阵低不可闻的传音声 鸟鸟的传入了 韩丽的耳中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韩人修仙传第456回